欢迎大世界带您关心 美国联合航空最近意外频传 有一架从旧金山飞往日本的777客机 在7号发生了一起飞机轮突然掉落 还波及到地面好几辆汽车的事件 那么在另外4号也有一架737客机 起飞没多久 引擎却突然喷出熊熊烈焰 吓人的景象还被乘客近距离拍了下来 飞机缓缓加速 然后脱离跑道冲向天际 但这个时候 一个机轮突然掉了下来 机轮一声声从天而降 密中地面汽车 港风玻璃隧道不成形 一旁的铁丝望也歪起扭巴 换个角度看 车子板经严重凹陷 还留有黑色火烧痕迹 令人触目惊心 这起意外发生在美国旧金山 一架连航班机 载有乘客和机组员共249人 机轮突然掉落 波及地面多辆汽车 机场跑道一度关闭 最后这架班机迫降洛杉矶 没有人员伤亡 你现在有6车 现在你现在有5车 在一旁的距离 这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镜头转到德州休斯顿 同样是连航班机出状况 空服员与气停顿 听起来有点紧张 因为机窗外 聚光不断闪烁 几乎照亮夜空 仔细一看 机翼左下方的引擎 喷出熊熊烈焰 这架波音737客机 本来要从德州飞往佛州 载有167名乘客 起飞后不久引擎就起火 后来紧急返回休斯顿迫降 幸好无人伤亡 邱凯文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